新年快乐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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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增进英国与台湾两国间的艺术文化交流,行政院文件会与英格兰艺术委员会,特别于92年规划艺术家互助访问交流计划,提供两国艺术家们在驻地艺术村从事为期三个月的实物研究,并与其他国际艺术家一起实验不同的文化观点与新理念。 这些艺术家归国后有些持续在该国进行创作发展,有些还因为此次驻村的机缘在海外获得市场机会。 第三届,台湾的获选人有两位,一位是舞蹈类的高佩玲,她驻村点在英国的罗普堡大学,另一位是视觉艺术类的陈怡杰,驻村于独立乐团,英国的获选人为跨领域创作家Susan Stockwell。 Susan Stockwell已于九月驻村于台北国际艺术村,并于12月底离台,在英国艺术家Susan完成驻村计划离台之时,行政院文件会与英格兰艺术委员会特于12月21日,在蔡月瑞舞蹈室举办欢迎晚会,邀请历届参与的艺术家再次聚会,畅谈交流经验的目的,目前的发展。 文件会表示,与英格兰艺术委员会、英国文化协会及访问艺术等单位合作愉快,期待未来能积蓄与英国有后续的合作机会。 文件会媒体公关组台北报道。